同时他说道,我们也很纠结,国家队球员需要有比赛状态,才能在19年世界杯有更好的表现,但是这就是一个现实的冲突,在这一点上来说,CBA联赛球员有这样的规定,我们就需要去遵守。 另外一点呢,由于丁燕宇航已经有了预注册,换句话说,他在季中回来的话,他是可以的。 目前,周琦和丁燕宇航,都是国内最优秀的球员,也都在为了NBA的梦想在拼搏,作为他们的前辈,当被问及有什么建议告诉他们时,杨银只是简洁地达到道,我希望他们一切都好。 张伟孙